Hello 大家好 我是Em Sir 我是一个躺在这里也赚多钱的投资老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早期我的投资经历 不记得你以前有没有一个投资老师 曾经跟你说过 新手千万不要做逆势交易 一定要做顺势交易 因为顺势顺势是容易赚钱的 亦都基于这个理由 我们很多的投资人 早期都会学习顺势交易 特别是里面的海归交易法 海归交易法其实很简单 通常就是一个趋势 再一个SAR的摆弄指标 我亦都用SAR和200天平均线去做交易 我发觉非常之好用 帮我捕捉到长线趋势 如果趋势改变 我就指示离场 就是这么简单 动态指赞指示 但是我经历过两次的失败 令我明白到原来顺势交易法 有一个很重大而改变不了的缺陷 为什么呢 我曾经有两次交易 它转世那刻我看不到 我就指示不了 令我的亏损很大 而那两次的亏损 都是很简单 因为我去了开会 或者是一些私人聚会 令到我错失了机会 大家真是想一想 如果顺势改变法有这么大的缺陷 我们是否真的要做呢 香港人哪有这么多时间 常常看着那个屏幕 香港人很忙的 那我们既然要花这么多时间成本 我们真是反思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或者更好的工具 可以令到我们持续赚钱呢 这个真的要想想 投资它并不是一场100米的赛跑 反而是一个马拉松 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 可以帮到大家 最后希望你like and share 我是Yam Sir 希望我帮到你